到海边吸一边吸水是许多人的暑假回忆 但是历年来都有许多悲剧传出 新竹界消防局特别举办水域安全宣导 呼吁民众一定要到有救生员的水域吸水 才能在紧急时刻获得最迅速的救援 暑假时间很长 两个月时间 所以两个月时间要怎么做好 除了学校方面应该 家庭方面以及社会方面 大家吸一种活作 来做好我们水域安全的防范工作 宣导工作以及各方面的基本工作 当然公益上是必先利息去 所以我请我们消防局方面 加强各方面的装备的展示 以及在就近容易发生各方面 我们意外的案件的 加强各方面的装备的设施 让我们万一发生事情 就浮标就可以丢下去 所以我相信新竹县政府 对于水域安全等等各方面的防范工作 以及要求基层 还有消防单位还有水上单位 全力的配合 无论是西边海边都有许多暗流 不熟悉的水域尽量不要靠近 游泳圈浮板等永聚更是细水必需品 消防局期望透过宣导 让更多人重视细水安全 在六月份开始 就针对我们辖内 容易发生逆水案件的地区 比如说竹北的信越沙湾 恒山的基游树下 还有我们北浦冷泉这三个地方 我们都有配置救生的一个站在这个地方 那就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 经常发生逆水案件 而且是我们所有好朋友们喜欢去的一些地方 那经常发生危险 所以我们就派出在这边做一个预防性的服务 安全永远是回家唯一的一条路 炎炎夏日玩水是相当快乐的事情 消防局也呼吁大家 若是遇到民众逆水 千万不要直接下水救人 先找找附近的木条救生圈 帮助逆水民众 才不会造成更多安全上的危害 凯破新竹陈洛怡红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